大家好 我是切切 我們現在人在台中北屯積結區 好事多 捷運總站也在旁邊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全新未住的兩房平車路臺戶 登陽臨印道 就在前面 我們的大樓樓高22樓 今年113年的五月完工 登陽臨印道最主要是因為 它兩邊全部都種滿了大樹 茂密了之後 在這個臨境間走路散步 空間感都相當的舒服 我們進來看囉 總樓層22樓 我們在二樓一層9戶三部電梯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環境 都是剛交屋 那很多屋主都陸陸續續 都有請裝潢的工班進來施工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就是這一戶 大門朝北 大門使用電子門鎖 我們的大門也相當的厚實 一入門就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玄關區 寬度有2.4 深度有1.5 可以規劃完整的鞋櫃跟收納櫃 大門的旁邊就是電箱 跟弱電箱 我們房子的總建坪33.6坪 室內加陽台的空間就有16.2坪 兩房兩廳一未遇 現在看到這些小孩子的用品 屋主本來買進來是要自己住的 但是因為他現在兩個小孩都大了 空間還是不夠使用 所以才決定賣 目前這個房子只是放東西而已 都還沒有進來居住使用 地板是採用淺色系的德國超奈膜地板 沙發區道電視牆的間距約3米 天花板的高度也是約3米 可以看得到我們上面這些管線的部分 建議就是進來住之前我們先做一個層板 整個修飾會讓我們的天花板 看起來比較乾淨整潔 客廳跟廚房室開放室的空間 大小就有約5.5坪 這面牆就是放置冰箱和電器櫃 在這個廚房區的部分 他這裡使用的是大雅的廚具 林內的油煙機跟充換機 現在新到的都是用RH爐會比較安全 然後這是單口爐 那後面他有用烤漆玻璃比較好清潔 如果我們在這邊料理 覺得光線還不足的話 我們這裡有一個觸碰燈 可以把它打開增加我們料理檯面的亮度 窗戶是潮南 看出去是約定專用的露台 接著來看這個房間 這個空間就有3.3坪 它是屬於長方形的空間 床頭的部分在這邊 對面就是規劃電視牆 衣櫃的部分我們就規劃在這一個面向 可以規劃一個完整的大的衣櫃 相當的夠用 也可以放書桌、化妝台 落地窗潮南 出來外面這是我們約定專用的露台 沒有水龍頭 我們跟隔壁戶之間也有做格柵區隔 現在這個工地是我們登陽的另外一個建案 隔壁是公園 然後再過去是惠宇的大樓 那我們這棟大樓的正對面 是保回現在正在蓋的大樓 這是第二個房間 大小有2.4坪 屬於正方形的空間 雙人床的床頭位置在這邊 兩側都有插座 對面就是衣櫃 同時它也可以預留電視的位置 窗戶長南 看出去是曬衣陽台 接著看公用衛浴 它有做乾濕分離 衛浴有開窗 那馬桶的部分是屬於TOTAL的免治馬桶 上面是Panasonic的暖風乾肌 馬桶旁邊也有水龍頭 那更重要是它有插座 這樣的好處是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邊滑手機邊充電 窗戶潮南 看出去是露台 接著看曬衣陽台 洗衣槽在這邊 然後水龍頭的地方 這邊就是放著我們的洗衣機 這裡有著生薑式的掛衣桿 那我們天然氣的位置也是在這裡 從這邊開始出來都是屬於約定專用的露台 這個空間使用就有到2.5坪 多了這個露台 我們的小貓小狗和植物在這邊 生活都可以非常的幸福 側邊就是我們的綠地花園 那隔壁的大樓一樣它們的側邊也會有規劃綠地花園 所以動具就不會顯得狹小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一樣也有一個水龍頭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做 澆水還是洗地板都非常的方便 可以看上面 這裡的規劃只有2樓有約定專用的露台 那3樓以上就只有一個小小的曬衣陽台 那我們往下看就可以知道陽台的空間大小 3樓以上的曬衣陽台就只有這一點點而已 那我們在2樓就是多了這一整個L型的約定專用 多了真的很多空間 好這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個房子的蓋礦 那我們下去看我們的車位 三部電梯都直達地下3樓 那我們的車位非常的明確 出了電梯口前面的155號 我們是邊柱旁的平面大車位 在這邊進出開車門都非常的容易 目前的售價1498萬 在登陽靈印道兩房的戶型 我們的售價最便宜 最主要還是因為屋主的售屋動機單純 有兩個小孩空間不夠住 有需求的朋友趕快聯絡我 現在就來看 都行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